数十名男男女女被带到新北地检署 一个个低着头不敢面对镜头 其中有远警业者里长 他们因为不法吸睛被约谈 运彩投资居然也被不法集团 拿来变成吸睛手法 而且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检调查获雅各瑞集团 就是透过运彩对冲套利等方式 宣称年利报酬可以高达180% 吸引民众投资 还抢达氏族热 推出氏族配套 号称两个月可获利40% 受害人数达上千人 不法吸睛15亿元 检调人员在住家搜索出现超8794万元 另外还有虚拟货币 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币大约4000多万 并查扣了两辆高档名车 更离谱的是北投分局 还有一名正姓警员 14协助集团吸睛 利用警戒人脉 吸收数十名官警成为下线 就连瑞峰里长也被搜索约谈 对于资金流向 可都得好好交代清楚 记者SNG小组新北市报道